如今的骗子的伎俩可谓是层出不穷 各种手段令人防不胜防 却殊不知他们这种行为 已经严重触碰到法律的边缘 为了获取高昂利益 他们使尽各种手段 荒唐的竟然是利用黄扇血来冒充自己的第一次 并且公然售卖 近日杭州警方端掉了一个以黄扇血冒充除女血 专门在网络上进行卖淫嫖娼 并且对嫖客进行欺诈的非法活动的团伙 抓获涉案女子四名查获伪装工具带装的黄扇血 该团伙利用失足女通过网络交友软件 来改头换面跟受害者培养感情 然后骗取钱财 在短短半年的时间中 共计骗取钱财达到数十万 你放不放那个黄扇血的 黄扇血